但我都觉得这是选民的选择,选民基于错误的认知他做了这个选择 我们只能够接投这个选择,这应该是一个民主选举 现在你支持激进或者支持本土派的在香港至少都有10% 现在再看就是看那些年轻人,但18至25岁登记做选民的人数是最少的 那些大学生不会投票的,那怎么办呢 你永远都在本土派,本土派在议会里面都不成气候 再下来更危险,因为他们整个选举机器很成熟的,脆计就全部用的 你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做到整个组织动员的机器,运作是这么純熟的,中亲会,同向会,商会,工会,地区团体,全部都是中联办可以操控的,最近去撑林郑月娥六百元一个,是吧? 这个不是说的,是真事,有时我刺针自己白白买拿这六百元就拍了出来,这就是做新闻了,是吧? 我都认识,有些朋友跟我说,好像有六九锤拿,你知不知哪里有得拿? 我们上网找吧,找那个人有电话的,你找来看看,六九 我有个朋友,九龙城,他经常去按脚,有几个师傅,那天礼拜天全部出去,没有师傅,帮他去按脚,问为什麽? 他说他们有六百元,去了撑林郑月娥,他一吹鸡就有了,你知不知,是吧? 有了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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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或者分队,有了人的了 还有现在组织了很多那些,什么香港正义之星啊,政研会啊 那时候爱港力,初初出来已经很厉害了,有爱港之星,一群这样的团体 除了传统那些,就是地区上那些什么新界社团,九龙社团联会,香港社团联会 社团联会又将社团联合在一起的联会,这些社团,包括黑社会社团,OK? 你怎样跟他搞啊?你又全部是一盘山沙,在网上互相供佛,私远行投,大家互相抵消的力量 他真的很可怕啊,大佬,议会里面都一样 上一届支持唐英,那些人全部串泰,现在支持林英 所以那天,诚哥走出来说,吕窩,宝天,有些人在慢慢解读 我说,大佬,连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过千亿身家,香港首富,中国首富 都要走出来说这些话,你说其他那些人,哪有对共产党say no的能力呢? 包括这些商会,工会,民建联工联会选举之前说 林郑月娥都不是与我们同行的,我们不提名他,跟着到选举全部 都可以的,580票握在手,那门槛是601票,握21票 那你那些人还说有奇迹出现,是不是? 那个奇迹就是工联会,民建联那些,我没有提名林郑月娥 但是你猜他不会投给林郑月娥那几十票,那一百几十票 他要掃好清楚的嘛,我那天在九龙城打扁炉,撞到两个人 一人喝红酒,接着捉住我,郁敏,明天怎么看啊? 我说怎么看?他说我们开个盘来,我说好啊,我买这个胡桑真 气势如雄,现在没得顶,阿爷没得不让他做的,我告诉你 那些选位一定要转贷的,我说是吗?我说行啦,我们赌啦,我现在赌两千元出来 你赌一千,你赢了就收我这二千元,我赢了就收你一千元 放在老闆那桌,好吗?明天大家来投资,是吗? 一倍二,我想说一倍十的,他可能会给我一千元 他博了,也蠢了,一倍二我都说得蠢了,是吗? 应该我说,如果你赢,我给一万,你输给一千 那他可能真的有反应,那我一千元就代了,可以吃饭了 现在蠢了,想想一下时候也是,因为人是贪心的,是吗? 一万啊,大佬,十倍啊,是吗? 多少港珠才可以啊,大佬,是吗? 现在你看那班KOL那群支持这个 全部都可以说一千元,不 fee的那些人,大家可能会给他 所以我考虑一下,很多人都不教计分点 你是不是呢?我不是去批评他这些人 我只是把客戴的事實告訴大家 然後反映了一件事 民主派根本沒有運行 議會沒有民主派又怎可以抗爭 只是靠你自決派的三兩個人 因為上一屆議會未升的時候 民主派都跟著出來 都跟著你拉布 初初我們不會拉布的劉慧慶的時候 生氣都跟著 整個形勢就是大家都沒有路走 迫著議會抗爭就會升級 那現在升什麼級 我約莫講到這裡 剩下的時間大家看看有什麼問題可以問 很抱歉我真的沒有辦法 政治學會的同學提出這三條問題 又很深入 因為議會路線對本土派發展帶來什麼影響 我又回不了 因為沒有本土派 本土派可以利用議席配合議會外抗爭 現在只有一席 現在這個一席這個就說退出社運 現在要專心耕耘社區 以及要搞好黨務 吸收多些黨員 壯大這個熱血公民作為一個政黨 是不是 那接著各地議會抗爭 帶給香港本土派什麼啟示 就是完全沒有啟示 台灣人認為是壞榜樣 但台灣其實是很成功的 可以告訴大家 正下來的時間 同學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有沒有同學有問題 如果有的話就優先問同學 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或者這位置 你這樣說 一個暴動罪就打散了整個本土 DQ了糧油也打散了本土 接下來本土在社會裏面還有什麼出路呢 第二 問題就是 到底議會內外還可以怎樣去爭取民主 民主派一定會給你一個答案 議會內外怎樣爭取民主 我要爭普選 我要爭俊華就變成我要爭普選 我們會繼續抗爭 我們會繼續監督政府 我們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一人一票選特首 會繼續說這些 但是這些我們聽了很多年 至於本土派所謂被打殘 當然有很多主觀的因素 也有客觀的 整個客觀環境 客觀條件 你現在是沒有資源的 譬如我們有十五萬四千人支持 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選舉前搞的動員大會 在尖東八周年紀念廣場是幾千人 是不會少過你那天爭俊華的人 但是傳媒一個字都不報到 報紙連一張圖片都沒有登過 是吧 那你怎麽令到其他人覺得 原來本土派都有些力量 是吧 我只能在網上自己安慰自己 兩堆 是吧 現在的情況就是退居論述 你明白嗎 譬如我們幾個人 幾個主要的核心人物 陳雲 每個個禮拜就在香港復興社裡 講莊子 或者講講建國的理論 是吧 繼續在免書上打飛機 是吧 黃楊達是最厲害的 這幾個之中 是全力發展這個《月月時報》 還有狗仔隊 最近做了兩宗很厲害的 一宗就拍到李嘉誠入中聯辦 結果法民主派李慧寧就誣他 中聯辦通水給你的 你以時報和中聯辦有關係 這些是賤人 又是喜歡這樣的陰謀論 作為一個評論人 這些是賤人 老實說 是吧 另外一宗就拍到解放軍 有人出來跟曾春華的活動 那些狗仔隊是跟這些解放軍 軍營出來的人 跟到他回到這裏 解放軍總部 多離譜 是吧 那座解放軍總部 剛剛在我們春華會 對著他 寫字樓對著他 是吧 他們可能有很先進的偷聽工具 很厲害 那座東西就是 甚麼都有了 解放軍總部 國安又在那裏 情報中心又在那裏 一路跟著 跟到他們回去拍了 拍了片出來 黃雷打擾議事報很成功 節目有很多 現在收聽率越來越高 他全力在裏做議事報 這個新媒體 希望可以 空間就越來越大 他都沒有興趣再重整 因為他兩次都是僅以 semi票數落敗 我想對他來說也是異氣難散 但不可能再參加選舉 至於我本來我今年66歲 雖然還是很精神 都很有活力 但我覺得我不可以再去做這個議會工作 對我來說當然不無遺憾之處 但我們當初的初衷 為甚麼要五區參選 然後提出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 永續香港自治 這個證據 我們看到2047是另一個大限 所以我們希望爭取到 是由我們香港人去修改這部基本法 所以在我們的文宣裏面 這個所謂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 永續自治 這個說法 是有些答核物在國民宣裏面 但是人們是不會看 是吧 那些批評我們的人 你說基本法不好 現在你又永續基本法 他們是完全都不會看你的文宣 他是很簡單的批評你 或者攻擊你就可以了 是吧 共產黨臥底 要永續基本法 那你們那班人 現在參加小選子選舉 那是甚麼呢 大家不同標準 他是用雙重標準 那你沒辦法 我們是實實在在很清楚 我們看到2047是另一個大限 我說過無數這麼多次 對於我這種年紀的人來說 我們見證著中英談判 見證著所謂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 我們是見證這個基本法的措議 見證這個九七過渡期 彭定康時代香港的政改 民主派的發展 是吧 六四 喂 你們那時候有些人還未出生 是吧 我們是見證這個大時代 到了現在 所謂回歸都20年了 我最記得當年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九七好像距離我們很遙遠 但原來我眨眼也都 是吧 我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寫評論文章 我說八十年代自己是 嚴格來說是七十年代不活 八十年代初我已經在快步上寫專欄和寫社論了 那時候小弟是三十出頭的 現在都六十六歲 我經常說 特別是對於港大學院的同學 出了幾篇文章 或者香港民族類 我覺得我們這些年青人 他有創意 他膽敢闖超越這個思想的禁區 是吧 在這個大中華主義盛行 是吧 大家對共產黨很畏懼 然後中共等於中國的 這個所謂的氛圍下 他們竟然膽敢提出 香港是一個民族 我未必同意 但我很欣賞同學 就是那個思想上 那個超越禁區的這種精神 是吧 是吧 於是對於學院在去年發表那篇 他們對2047的原景那篇文章 我在我節目裡是由頭到尾讀一次 我覺得這篇文寫得非常好 2047對於在在的同學來說 或者在讀中學的同學來過 喂 很快就會到的了 等於我剛才說八十年代初 中英卡背 我是一個三十出頭 在大學教著書 寫著專欄 是不是 是吧 見證著這個大時代的轉變 九七好像很遙遠 到現在已經九七都二十年了 是不是 從八十年代初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了 現在距離二零四七只有三十年 你說這群年輕人會很遙遠嗎 到時我就掛了 但是他們正當成年 他有子女 他要面對二零四七的新大限 他現在為何不能提出主張 他說我二零四七香港要獨立 他為何不能提出呢 在可見的將來 這種聲音只會越來越大聲 你壓都壓不到 尤其是經過大家看這次選舉 有人說我現在真真正正知道 原來這才是假選舉 雖然你知道得太遲 是嗎 但是你還是知道了 是嗎 你說那些年輕人怎麼想 他們對二零四七的想像是沒有做 我們提出二零四七的想像是沒有做 我們提出二零四七的想像是 我們不如有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去參選 如果我們五區當選 跟著我們就會辭職 進行一個二零一零年 我搞的那個變相公投 是不是是不是 就是香港前途公投 等於 我們要修改基本法 當然有些人說這個烏托邦 但是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我真的五區當選 如果五個人辭職再發起這個運動 你一定是要補選 補選我們的議題就是這樣 你泛民主派難我 難我就是賊 是不是 你找人來跟我搶這個議席就行 你一定要復應這個政綱 我議席給你去參選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不一定要本土派派人去參選 因為現在新的法例就是 我辭職不可以參加補選 那一定要找人替我的位 你明白嗎 你民主派可以去選 只要你支持這個政綱就可以 這個是最後一波 所以 九月的選舉失敗了 即是說 這個所謂傳聞 紀憲重新立約 永續自治 是得不到香港的署民的認同 對不對 那我們就承認失敗 那是不是要退出 現在 做什麼運行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說 九西有個議席普選 普選 你去參加 這次你贏了 林鄭月娥又上台 只要你才可以震制林鄭月娥 是不是 接著議會裡面沒有了 你現在真的很寂寞地說這些 大哥 太遲了 是不是 我們去年的選舉 我去參加 就是因為這個是一個運動 我不是當它是一個選舉 是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失敗了 我是沒有 我不可以有這種 就是 再去搶回那個位子的這種做法 我覺得是很無恥 有些人認為不是的 拿到他的議席 起碼發揮的作用 我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如果我去參加補選 就很無恥 這個不是我的目的 對不對 我去年已經是要不選的 因為我過去在社民營時代 或者人靈 我都說過 我只會在立法會做八年 兩個街 有的了 但開封氣不為師 你喜歡就學 結果就學 宣誓在那裡玩東西 就糟糕了 是不是 那麼容易學的嗎 對不對 我有第二次宣誓 記得嗎 是不是 你學我的時候 就中了 是不是 我有提他們的 我說 因為有了選舉事務處 DQ 你的參選資格 這件事出現 你們在宣誓的時候 不要玩 就是那個所謂港獨 你不是Hong Kong It's not China 然後Fucking China 沒有成本 這個為何不做呢 那就來了 沒有成本 立即現眼部 不聽老人言 是不是 因為 已經不同了 對不對 那個是四年前 四年前 四年後 這四年就是 這個六八九共產黨 一直執政的時代 對不對 為什麼連這些sense都沒有呢 好好的拿了兩個位 那就好 大哥 一年講那麼多錢 四年兩個 加上三千多萬 是不是 多好用啊 你說 你本土派就有機會發為 是不是 不是 四個字叫笑不更是 我都很支持年青人 但是看得到真的很可惜 是不是 那怎麼辦 好了 阿游小姐打敗了黃毓民 然後有得保暑黃毓民 去搶回這個位 應該是你的嘛 因為他贏了四百多票 那你贏回那個位 順理成章 不是啊 我的看法就是我去贏他這個位 真的勝之不武啊 大哥 所以我借這個機會再講一次 因為在講議會抗爭 我是一個icon 有些人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回到議會 下一屆我也不會去選 陳雲也不會去選 我們幾個都不會去選 那現在呢 將他希望放在鄭同泰主席身上 希望他可以利用這幾年 培養新人 到時可以五區參選 熱血公民一個派得好 那個就是要壯大他這個本土派政黨 去爭取議席的做法 這幾年呢 就用回鄧小平說的四個字 韜江養晦 這個就是本土派 就是我認為 我們那個陣營裡面 就是未來的出道就是這樣 OK 那或者時間問題 就只是多接受一條問題 有沒有同學想發問 是 這位先生 雖然有網民 但最想去說 就說 你九月上次失敗 那個是失敗了 但是 你們提出過 是 全體驗 然後也是這個 針對第二條的基本法 那其實最後 吳光興參選 他都是提出過 針對二十二條去 立法去制止這個基本法 其實針對這個基本法的修改這個運動 會不會是 因為未來整個反對運動 一個可以做的事情 因為我看到 上次釋法的時候 去講講讀要DQ 講自決都可能要DQ 但是唯國是沒有DQ 沒有DQ過說修改的 那會不會是 這個集中在每一條基本法裡面 去做抗爭 去講修改 在一個未來的出 因為現在很明顯見到 本土派當然很沉 但是反對運動 都沒有議題 整個反對運動 是否已經有這個新方 這個問題是很好的 我其實都思考過這件事 所以我們自己都會做這方面的論述工作 因為我們有一個基礎 事實上在立法會 我都提過一個動議 就是全民制限 重新立民主派全部棄權 OK 但是這樣都無所謂 我覺得這個2047的新大限 或者這個永續基本法問題 開市都有很多人在說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個是一個自各各的運動 沒有所謂 誰做都可以 如果民主派的朋友 覺得這是一個未來的議題 其實他們都可以做 譬如我們當時寫得很清楚 哪一條要修改哪一條要修改 我們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只有十條八條 譬如關於政制的部分 45條 為何要有一個 講法有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 又有香港人一人票選舉 提名委員會就不要 或者加個公民提名之類 所以這樣 另外就是 將五部曲 變回三部曲 回到原來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的狀態 最重要的就是 譬如第五條 第五條就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不變 你寫了五十年 我們當時要求就是 將這五十年拆掉 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都可以 為何要寫五十年 基本法寫了在這裏 還有現在我們很多地契都是 之後五十年就到期 2047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其他民主派的朋友 或者反對派 將未來他們的抗爭的重點 或者訴求 放在修改基本法 其實這個過去我們都提過 民主派都提過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我們現在所擔任的角色 就是我們都會 將這個論述的基礎堅固 再仔細些去想想相關的條文 當然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修改的門檻 如果你不改 我們香港人是沒有辦法 修改基本法的 現在如果你說修改基本法 究竟是好像我們提及的 由我們修改基本法 還是仍然是按照現在人大常委會 去修改基本法 制定基本法是它 修改基本法也是它 到時它都會成立一個修改基本法委員會 是否容納香港多些人 然後大陸少些人 大陸的象徵式擺些人 體現主權 這些其實去到很技術的環節 如果修憲權仍然是在人大常委會的話 你沒有辦法改成這樣 就只能夠這樣做 如果修憲權是我們可以通過公民投票 去達成的 就是它基本法本身 已經要修改相關條文才行 即將修改基本法那條 即是基本法第159條 修改基本法的權力 在人大常委會這條 加多一個及香港公民組成的修憲委員會之類 又是修改基本法 這個就等它去修改 修改了這條159條 將修改基本法門檻 確闊之後 香港人不可以參與修改基本法 我們當初是講到這麼仔細 去到這個地方 但那些人當我們發惡風 所以你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好的問題 我們如果形成一個氣候 可以對這個泛民主派 可能會構成一種壓力 就靠同學 當然我們這個在香港大學 同學心目中 或者港獨派心目中 我們這個他們都不會接受 因為他認為這個太保守 譬如陳浩天問他會否接受 他連自決都不接受 就是要宣布獨立 這個當然大家還需要慢慢再磨一下 聊一下 就是這樣 Anyway 對整個香港前途的發展 我都是說一句 就是我們希望在各位身上 我们可以做的,几乎已经做了,没什麽可以做 好多谢黄欧敏先生,今次就给我们说一声,谢谢 我们下一片送上镜 你是会长还是主席? 我是主席